先说回今天的即市走势 昨晚美股下跌行伸指数高开大约80点左右 9点半期指达26462 比昨天4点大约高80点 多谢本地昨天被人洗创的股票今天是UGO 当中腾讯有帮和平保升幅显著 现货一开除了小米之外 大部分股票无论UGOU低都向上升 期指短大约10分钟 见存日低位9.39分26382 之后内地股市带动低下 由跌转升慢慢单边向上 落银内险再度大爆上去 而本地大部分股票都跟升做好 期指基本上全焦都是单边慢慢向上夹 11点43分见存焦高位26625 收市前不断回少少 10点钟期指收报265884 Lunch打后外维继续做好 香港这边下午前段变动不大 期指下午1点44分 见存日高位26659 同期除了港交所破顶之外 大部分政府都无再跟升破顶 在科技板块的高压下 期指慢慢见顶回落 3点56分见下午1点 下午1点26474 收市前不断回少少 4点钟收报26494 说明天的个人即市策略 先讲个市 昨日日中期指跌了六百多点 今早试穿264之后期指反弹 加上外围全面配合 下午期指最高夹到26650 收市前不断一刺穿265 技术上个人认为昨天跌了这么多 这下反弹是必须有的 否则下次再插进去就不会够深 过高来说中资股又再发力爆上 但这些相关板块不是那么容易触 科技里板块时日普遍受压 始终那时并不是很充裕的资金 买上去 当资金集中在中资方面 其他板块短线来说相对比较弱 今天有人问 也不是一个 有几个人问 3690好像很满或很弱 但真实来说 其实发生什么事 个人认为成交非常大 有双方薄火 虽然有大行无限出货 受压 但也有人同时大手买入 未到最后也不知谁赢 虽然暂时错边 个人来说 暂时仲持有半注 看一天先 另外再说一次 指数上 除非你赢超多 否则都建议即日清 这些问题不需要再问 因为说明是即市策略 假如个市操作 位置会相对完全不同 个人个市唯一原因 怕是买不回 暂时个人对大市的看法 没变 明天开仓位置 和昨天差不多 即市淡仓 26580 加50点 即市淡仓 至少为了开仓28点 假如烈口低开 要看烈口低开多少 9点20分左右 我们将在YouTube上再更新 多谢收看Tasty Money 记得订阅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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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个钟仔呀 拜拜